则是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友邦行程接近尾声 在过境城市美国丹佛跟随行媒体查序 而这一趟的过境行程 总统的哥哥姐姐都特别现身巧艳 她的姐姐甚至形容总统好像是从18层地狱爬回来 总统也非常有感触地强调执政会继续努力越做越好 而面对高雄现在大雨成灾 总统也非常的关心强调全力提供协助 不会因为跟韩国瑜的政党不同 就有所差别 而对于跟柯文哲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总统也喊话 要团结所有的台湾派还有中华民国派 为合作保留空间 出访十几天 蔡总统太想念台湾美食 靠着一碗泡面来解解馋 我的一生对我还算是蛮宽容的 但是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我就希望我能够 不太好意思 减肥一公斤 但是我都从来没有成功过 出访委声蔡总统过境 美国担佛和随行媒体举办查序 聊起体重心情不错 谈到高雄淹水灾情 总统也很关心 只要高雄有需要 我们都全力的支持 不会因为是地方的首长 是不同的政党就有所差别 强调照顾人民绝对不分政党 而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动作平平 蔡总统也隔空向柯批喊话 不论是台湾派还是中华民国派 甚至于就是说我们理念价值相同的人 爱台湾的人 要守护台湾的人 都是我们大家要去共同集结的一个力量 喊出台派团结替白绿河保留空间 执政三年多来 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总统的哥哥姐姐看在眼里 只有满满心疼 但是他今天从 好像从18层第一 跑到人间回来 我是很感谢我的哥哥姐姐 从洛杉矶过来看我 执政团队整体来讲 是走过了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我们会持续的继续的努力 希望能够越做越好 感谢家人的鼓励 蔡总统这趟出访拼外交 也清晰国内大小事 回台后面对的连任挑战 在蓝营独派和白色力量的夹杀下 更充满许多变数 记者美国综合报道